現在第66天了 目前剛才委員說到了 俄羅斯現在是不是整個目標重點 放在烏東這邊 還有我們的亞素鋼鐵廠 最後還沒拿下來就是這邊了 馬力波 OK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本週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的一個戰況發展 沒有錯 剛才其實 有來賓去講到現在的戰事 感覺好像已經到烏東這一代了 可是我們還是先從這邊開始來看 目前來看的話 基輔跟這一邊 跟烏西這邊 感覺上好像西線無戰事 但是實際上 這時候俄羅斯依然有蠻多的飛彈 去攻擊基輔跟其他很多地方火車站 這張圖看不出交通要道 但是如果我們大家去看 另外一張地圖的話 可以去看到其實很多的一些城市 都被遭到俄羅斯的飛彈攻擊 因為俄羅斯他現在就知道 OK 你北約國家跟其他的一些補給 源源不絕的從烏西這樣子運過來 但是你運多少我就要毀掉多少 這是俄羅斯他在這一次的戰況裡面 有去講的強調的一點 不過之前的話沒有錯 之前委員有講 剛剛委員講到 之前的話俄軍他其實有一點叫 孤軍深入 他希望的是快速的去拿下基輔 以及很多的重要城市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 不管是補給線 還是在前鋒已經太過孤軍深入 被烏克蘭軍給反包抄 類似的狀況層出不窮 可是就在俄羅斯更換了總指揮官之後 現在他進入一個新的打法 這個打法的話 其實就叫做所謂的廣正面進攻 廣正面進攻的意思是什麼 我不急著往前推進 但是我要緩慢且保守的逐步進逼 我們先從烏東這邊來看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俄羅斯他其實是很明顯的 是希望從兩邊 從這一邊 以及從馬尼泊這邊的調兵上來 把這邊形成一個突出部 把這個烏軍把他進行的包圍 但是這樣子的話 目前來看 這個目標其實是比較艱難的 因為其實現在俄羅斯的兵力 依然不夠 俄羅斯他雖然把他蠻多的GTG 這一個營戰鬥群 把他調過來這裡 可是目前來看還是不夠 他只能用緩步前進的方式 那這個緩步前進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離俄羅斯近 所以我們可以看 即使這場戰爭 如果今天就這樣子結束的話 盧甘斯特跟敦內斯克 這兩個地方 基本上俄羅斯是不擔心他的 因為他可以直接的受到俄羅斯的補給 戰況很多一直拿不下來的烏南 還要打嗎 這邊普丁還要守嗎 對 其實剛才保守講得很好 剛才也有講到烏東 可是烏東這一邊說實在 進展是比較緩慢的 真正其實現在最大有一些突破 或者是我們要觀察的 其實在烏南 烏南的話之前有人說什麼 要一路打到奧德薩 這樣把它形成一個走廊 把這邊怎麼貫穿起來 可是其實除了這裡之外 對於俄羅斯來講 烏南有他一定要去攻打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是克里米亞半島 因為克里米亞半島 我們看這是聶伯河 聶伯河的水源提供了 我聽說克里米亞會缺水是不是 沒錯 所以他打通這邊 這樣克里米亞就有水了 沒錯 我們這邊看到的 赫爾松還有這個 札波羅勒 以及這個尼古拉耶夫 這些城市基本上 他都控制的 滅伯河的水源 所以如果這裡不只是水源 也包含交通要道 所以其實對於克里米亞 或是對俄羅斯來講 這些地方說實在 他被打的話還是怎樣 後方支援很快 可是克里米亞 對他來講有點邊長莫及 以及之前我們看到 黑海不管是莫斯科號 還是被打沉 所以其實真正現在 戰況比較激烈的地方 是在烏南這一帶 因為這對於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最近其實 最近最重要的一個戰場 是在尼古拉耶夫 因為烏克蘭在這邊 發動了幾次的反擊 可是被俄羅斯打下來了 甚至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如果要打下尼古拉耶夫 下一個就是哪裡了 奧德莎 所以為什麼我們最近有看到 俄羅斯的艦隊 他在黑海這邊有一些集結 主要的原因就是 希望用這個方式去牽制住 奧德薩這個地方的一些 烏克蘭部隊 讓烏克蘭部隊 沒有辦法再繼續 往這邊來移動 所以如果他能夠 去打下尼古拉耶夫 以及扎波羅勒 才可以去穩定住 整個克里米亞這一帶的 一個血源的問題 這也是接下來 我們要去觀察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的話 就很快的去補充一下 其實剛才我們去講到 北約的一個問題 說實在現在的北約 他有一點外強中感弱 他基本上 不要把北約或德國 把他想像成 以前有什麼古德林 還有什麼曼斯坦 那樣子很厲害的部隊 現在其實北約 從冷戰結束 到最近來看 30年這段時間 30年的北約 他其實他的戰略目標 是希望把他轉型成一個 小規模快速移動反恐的部隊 所以在面臨這種 大規模的戰爭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發現 他的裝甲部隊不夠 他的機動力不夠 他的兵力投射能力不夠 所以其實現在美國 他希望的 除了這些新的國家加入之外 他最希望的是重整北約 我想這個才是現在 美國跟北約 他下一步真正要的一個目標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 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 像是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 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 CTI 285 好 1 1 2 2